跟大家提醒一个新的概念 就叫掉路灯 看这什么屁概念 我们等一下就要讲论文 但因为最近有许多人表示 讲论文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给大家看 各位什么叫掉路灯 郭正亮刚刚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烦请阿亮跟我们介绍一下 掉路灯这个历史由来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觉得我发国大革命啊 发国大革命啊 好 谢你就五个字 不是啦 就是 发国大革命就大家搞革命嘛 要快速有效率的杀反政府的人 对对对 我是有考虑过说 阿宅掉路灯那个绳子可能要用那个 为什么要掉我呢 你自己看看 来来来 这个我看一下 这个先找到你那一段 这个根本就能把他理解错误 SWIFT何宇燕 这个白痴啊这个 何宇燕说 YouTube突然多了一些短视频 内容都是台湾政论节目的片段 一面倒的帮中国宣传 有人准备要掉路灯啊 我给你讲 当事人郭振亮就在现场啊 我给你讲啊 那个我是在讲 日本如果介入参战 你跟日本自己都 我跟你讲啊 8月5号他自己沙盘推演过啊 我跟你讲8月5号 我就跟你讲真实的状况 这一次佩洛西来然后 射飞弹不是射到日本经济海运吗 对不对 那8月5号日本NHK的电视新闻 我直接把那个照相啊 日本NHK就公布了 这个台湾周边美军跟中国军力的对比 那美军想起来就是在日本的部署 结果弹道飞弹 中国1125 那不行那真的 1125 距离又近然后数量又多 日本是零啊 日本是零耶 NHK自己写的 因为日本只有短程飞弹 他只有短程反舰飞弹 公布海峡跟 对吧 最多200公里 你船舰过来 你就被人家中程飞弹打光啊 怎么打 你不一定要用中程飞弹 用那个长距高射炮 400公里你也被打光 远火都可以射了 我们只是在分析战况啊 这个没水准的人 照样掉路灯啊 我们这样讲 掉路灯恐怖的地方 还有没有什么 我跟你讲 你看了都觉得笑死吗 现在跟对岸的极端派差不多了 今天第一名可能是苏宏大 苏拉掉路灯 轮到我们 我们在旁边排队 好 你自己看哦 这上面还有说什么 什么制台中华民国人 各位 你不要觉得我们讲 中华民国是台独哦 你自己看 连讲中华民国 都是掉路灯啊 这个妈 台派已经很严格了 好吗 所以你怎么可能没有呢 而且你还在节目 秀出国旗 我告诉你他可能就列了就漏了 是因为有首谋 首恶郭正亮在我旁边 你节目在这儿 国旗还在啊 那干 而且还没完哦 连马英九 到六四近战习近平 连马英九也要掉路灯 然后更妙 就是你看下面哦 说台湾民间也要搞个亚述营 干 是不是太棒了 那我们怎么漏了呀 许晓星啊 许晓星可能不需要掉路灯啊 他掉一个路边的人吗 消防栓梧 跟我来身高 身高那么矮 哎呦 我跟大家讲啦 这个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开始做这种掉路灯的宣誓 这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 不啦 就表示没招了啦 就表示你内部已经互相震恶到这种程度 那你还告诉我团结 拜托啊 干嘛我要跟这些掉路灯的人团结 那个中国人团结 我们开始诚用上 在这里 诚用上